把手机拿起来划两下 透过APP就能开启洒水系统 运用现代科技 即使农民不在田里 也能轻松浇灌作物 不只远段控制 还能即时监测土壤湿度及温度 使农作物维持一定品质 而现在这种智慧农业 也将正式走入台东 台东县智慧农产经济示范服务计划 正式启动 台东县政府结合科技公司 推动智慧农业经济示范服务计划 希望将现代科技导入传统农耕 解决农业缺工与气候变迁的影响 同时透过物联网及大数据分析 提供农民各方专家栽种经验 也能及时掌握市场动向 我们只要一个手机 跟连上我们这个团队 我就可以时时刻刻监测 我的农田该做什么 所以这样的状况 可以让我们的农民 我们的农夫 只要专心在务农就好了 导入设施设备大数据 是能够让我们体会说 了解销售端到底需求是什么 然后更让末端人看得到说 我们原民产业 都是在很好的环境下 科技设备结合区块链技术 推动农产品产销智慧化 不仅节省劳动力 也能提升农作物品质 县福表示目前台东 已有十出智慧农业示范区 未来将从种植 包装加工到品牌行销 进行一条农市的企业化管理 增加产业竞争力 原始新闻 是不是台东 谢谢采访报道